主席 主席 彭總裁還有陳主委 與會各列席的官員 各委員同仁 是不是請那個彭總裁 彭總裁請 彭總裁 您好 我請教 我想因為 我們都知道 最近南北韓 這個可以說 這個很緊張 那美國啊 美國又跟 韓國啊 南韓 在黃海上面啊 在做軍援 監視遠襲 那你看 在韓國的這些外資啊 齁 這個會不會 這些熱錢啊 會不會轉向台灣來 像留言報告呢 雖然我們鄰機 有點緊張了 但是 國內的金融市場 花園市場 還是 目前跟以前沒有很大的變化 沒有變化是吧 那你認為 要是說 這個 兩邊啊 要是有軍事的行動 齁 那那些熱錢 會不會 就 這個 轉到這裡了 因為畢竟東北亞 那時候比較 會不安嘛 動盪不安 那像這種熱錢 會不會 這個 中央銀行有沒有做什麼 這個 防範的這些準備啊 主要講 每天呢 對外衛市場 有密切的注意 我們有大額的計時通報 系統 那我 跟委員報告的外衛市場 跟以前 沒有什麼變化 這樣齁 好 那個 總裁啊 我想主計處 預估明年 這個CPI消費者指數啊 這個 會升到1.85% 那 比今年 高 這個 也就是說 國內物價通膨的壓力啊 就更高了 那我請問總裁 明年齁 第一季 是否打算 會繼續升息 那個 我想你也知道了 我 不能在這裡答覆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 貨幣政策的 擬定 決議的 必須要理事會來討論 我在這裡答覆的話 我就 不能夠 就 我不能夠做這個事情 這樣齁 好那我再請教總裁齁 那這個 台幣啊 會不會繼續升值 台幣的會力是由市場 供應來決定 我也不能替市場做答覆 所以說 這個 欸 因為這段時間我們都知道齁 這個 我們所看到 這個新台幣齁 呃 總裁認為對美元啊 呃 是不是 有一個底線 就是 呃 是不是比如說 呃 因為我 我觀察了一段時間啊 是不是 底線 是不是 呃 這個 設在 呃 30元的這個 關卡 這個 這個 匯率是一個價格 是 市場決定 市場決定 大家怎麼知道市場決定的價格 哪個地方 會有什麼底線 假設市場決定 沒有底線的 那沒有底線 我請教總裁齁 我想因為 我們都知道 熱錢啊 狂炒新台幣 那 那 央行在前一段時間啊 幾乎啊 呃 這個天天 殺尾盤 齁 那當然 呃 行政院的副院長 呃 這個陳副院長陳聰啊 呃 那我請問 央行 在 未來會對這些 呃 這個 尤其是匯率這方面 在尾盤方面 是不是一樣 比照過去一樣 就是殺尾盤 像 旅委員報告呢 沒有什麼 殺尾盤的這件事情 因為 事實上 中央行那個新聞稿 是上一次 中央行在 蔡尾盤的報告 是 一段完全一樣的東西 那是因為市場 覺得說 為什麼匯率波動幅度比較大 那我把那個 財委會的報告 那一段把它拿出來 再送給媒體 好 第一個 這時候在金融市場 比較動盪不安的時候呢 那匯率呢 必須要有 比較大的彈性 就是以前常說的 流氏一樣 泰雲來的時候 流氏都不會斷 你有彈性的匯率 可以吸收外來的衝擊 這樣齁 上個月呢 國際貨幣金 車保裡面報告 是 實證分析過 凡是匯率比較有彈性的 那麼對於熱錢 流氏的衝擊 能夠減輕他熱錢 流氏的衝擊 能夠減輕他熱錢 那中央陽子是讓匯率比較大的 那等到 那個轟過去的時候 那樹就會比較平靜 不是說什麼沙尾盤的事情 那個總裁啊 因為齁 前一段時間 我相信 這個很多 尤其草匯的 齁 就是配合中央銀行 齁 這個 沙尾盤的 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齁 這個 買低啊 齁 這個低買高賣 齁 所以說 當然有很多草匯的 他們認為說 只要 跟 中央銀行啊 這個對作的話 我相信 每位 草匯者啊 這個 外資啊等等 齁 我相信都大賺 齁 那像這樣 這種狀況齁 到底我們央行 有沒有 這個 更有效的一個杜絕方式 尤其 到底我們 新財幣兌美元 合理的價位是在多少 像委員報告呢 合理的價位 要有市場決定 那麼 我不建議外資 從這外資 裡面 得到好吃 事實上外資賣的 都是賣很低的價錢 賣很低的價錢 中央銀行讓這個匯率 波動幅度 擴大的時候 他進來的時候 一直拋一直拋拋 事實上他都賣到最近的價錢 所以說 外資賣沒有得到好吃 假如說 中央銀行不讓匯率去動的話 外資還會得到好吃 因為中央銀行讓匯率有彈性 是 所以外資進來拋的時候 他就拍到很低的價錢 所以 中央銀行不讓匯率動的話 外資還會得到好吃 所以說 在總裁的操作之下 他們變成洋路虎口 是不是 就是說 我讓匯率有彈性 來吸收外來的衝擊 總裁 我想 央銀行的整個書面報告中 特別提到 明年 會有強化外資資金 進出管控的機制措施 請問這些措施中 有哪些是新增加的 現在這樣的就是說 我們要讓外資投資國內有加證券 那必須要依規定使用 所以說 既然你是投資給他證券 借鑿保證金 就不是投資給他證券 所以借鑿保證金 現在成軍委會的協制呢 從8月2號開始呢 更改成事 那麼它可以 改為用外幣來做借鑿保證金 所以這個新來幣缺電保證金 這個金額已經從一千兩百億 降到四百六十億 從此也 今晚會的協制呢 我們把這個買賣公債呢 這個放到百分之三十的額度裡面 那麼最近幾天來 公債的以後也少了一百億 所以說 今晚會的協助 我們對於這個資金進出的情況 加以這個顯現的管理 是有一些成效的 那你認為說 這個 會提升多少熱錢炒會的這個效果 就是說 我們從實際的事實看得到的話 借鑿保證金已經少了差不多一千兩百億 差不多七百四十億 是 那麼公債也少了一百億 也少了差不多八百四十億 是有點成效 所以說 效果馬上就顯現 是 那個總裁啊 那個 我想要這樣推動的話 那是不是財政部就不需要再研究 這個 這個 課徵這個熱稅錢 這個 這個 熱錢稅 這個是不是這個樣子 實際上 財政部軍管會中央陽曾經共同配商 我們大概 有一個共識就是覺得 目前的方法 假如能夠運作順暢的話 那以後的事情再做討論 這樣齁 那個總裁 我想新台幣對美元升值齁 國人外匯存款餘額啊 衝破新台幣2.5兆 創下歷史的新高 齁 那銀行主管指出說這些資金未來 如果 換回新台幣 是有助股市資金動能 那請問短期內 這個可能外幣存款獲利了解 會不會外幣存款獲利了解 這個我不能帶存款去答覆啊 是 那 那要是說就是流到這個活期存款 誰來證明 一定能夠成為股市資金 動能的這個活水 實際上 我們國內的流動性是相當的充益 流動 國內的流動性相當的充益 這樣齁 那個總裁 你認為現階段股市 是不是好的一個投資點 很抱歉呢 因為股市是一個敏感的問題 我不能對這個 不宜對這個發表意見 那 這個總裁啊 不過雖然股市齁 這個成交量和 這個大盤指數好像 這個其實 也看不出來啦 這個有一些這個地名的現象 但是 從各類 投資的標的 股面的 股票的這個基本面 技術面的交易狀況來反應齁 其實並不難看出說 有多少投資人 那種心態還是非常保守 因為 這個 那個總裁 因為齁 這個 M1B年齁 年增率啊下滑 齁 那B2年 年增率啊 這個 提高 兩者年增率逐步的靠攏 齁 那 讓外界擔心其實 股市啊 這個死亡交叉啊 可能影響股市的下跌 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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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確實 這個媒體有這樣的 披露報導 但是不正確 不正確 的是 好 謝謝 請孫大謙委發言 小月 他人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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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